潘先生在绍兴上渔区一亭镇连桥村盖了一幢两层楼的农居房 去年12月建成之后 他一直在张罗装修的事情 潘先生说 三个多月前在社交平台上 看到了绍兴大宅美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广告 视频中 墙板的装饰效果很不错 他就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地址 后来就有业务员来联系他了 现在 潘先生找不到那段视频广告了 他用这几块环保墙板的样品描述了业务员的说法 他跟我说 这个墙板它有很多优点 就是说防潮 防美 防雨 防火 潘先生说 大宅美新材料公司 在杭州湾上渔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个产业园里办公 7月2号 他赶到公司签了这份样板房名额预留协议 交了5000元定金 协议上 余款一栏写着每平方650元 双方约定的内容是 潘先生7月2号支付5000元定金 预约上门量房时间 等设计效果图确认后 向大宅美新材料公司付清款项 大宅美新材料公司根据配置清单安排生产定制 10个工作日交付定制产品 这份协议对样板房的具体内容没有详细说明 你要给我们做样板房的情况下我给你优惠一点 除了这种碳金版的集中产品之外 他们还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呢 他提供产品就是全屋给我整装好以后 再送我电器 然后是家电这些全部送我 床养脏空调三个 整个这些赠品价值大概是多少 价值一万多 潘先生表示 这些都是业务员做的口头承诺 他手上没有录音或者微信短信之类的证据 7月16号 他又赶到大宅美新材料公司 签了这份全屋整装定制协议 购买万家华庭探金集成墙式整装系列定制产品和一批软装 在这份协议中 住宅建筑面积写的是200平方 全屋整装标准配置的定制总价是13万 潘先生说 包括之前支付的5000元定金在内 他一共支付了12万 剩下的1万为款 打算等到完工之后再付清 按照协议中这份表格 全屋整装定制软装 包括灯饰 卫浴 家具 家电等八个项目 但协议上并没有详细写明 潘先生购买的这批环保墙板是什么价格 工人上门安装的费用是多少 定制软装对应的金额又是多少 记得仔细看过协议之后 还发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虽然协议名称是全屋整装定制协议 但项目内容一栏有手写的自建房全屋定制材料这样的一行字 这个位置还有公司盖章和一个手印 第二潘先生提到的这批家电家具 全屋整装定制协议没有赠送的提法 这行备注中写的是甲方在乙方提供的第三方网购平台下单 产品由甲方自选乙方代购第三方出货 这就表示是潘先生自己花钱购买家具家电和其他软装 定制材料 这行字是你写的还是业务员写的 这行字绝对不是我写的 那当时你签约的时候有这行字吗 当时签约的时候也没有这行字 他让我先按了一个手印 然后加上去的 后来我也没注意 那些赠送家电啊 赠送家具啊 其实这个条款下面有写的 是他们替你代购 当时是没有注意的 潘先生说 眼前这批环保墙板是8月8号送到的 送货师傅的一句话让他愣住了 然后他跟我说 你这个木工师傅叫过来 你自己装 你要我们装的话 你另外花钱也可以 要花多少 要花两万多 他说我跟你签的协议 就是买这个材料的协议的 那我就蒙了嘛 答应送送的那些家电家具呢 他说全没有了 也包括在我这个13万之内了 明明签的是全屋整装定制协议 业务员还说赠送家电家具 到最后安装墙板要额外花钱 家电软装也是自己付钱 潘先生表示没法接受 这批环保墙板一直没有拆封 事后潘先生跟大宅美新材料公司的 工程部负责人多次沟通 当地派出所也帮忙调解过 双方一直没有谈拢 墙板你买去6万8 要么给你装好 你再出人工费 总共8万8 后面的合约他说取消了 多月款项推给我 那这个方案你能接受吗 我不接受啊 你的要求是什么 我的要求是按照我们口头 跟那个签的协议 你全屋给我整装好 该怎么样怎么样 找到杭州湾上渝经济技术开发区 朝阳二路这个产业园 大宅美新材料公司的工程部负责人表示 双方都得按照合同办事 你买个东西是不是签个协议 所有东西肯定是以这个清单为本 你不可能说 你说我的业务说给你免10万块钱 那个东西有可能吗 我的合同跟我业务谈的不实或者不符 你可以启示我 至于潘先生购买的这批环保抢板是什么价格 剩余款项又能选购多少软装和家具家电 这位工程部负责人当场算了一笔账 工程部负责人表示 8月13号民警为双方调解的时候 他就拿出三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公司派人给潘先生安装环保抢板 人工按照一天四百块钱计算 第二我这个货六万八千块钱 我给你打个折 昨天我一打个折说了 八五折五万多块钱 这是第二个方案 这是第二个方案 第三个方案就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就是说我大概就是说人工算的是两万八 然后加上一点辅财 加上我的材料就是八万九 八万九的话他说八万 八万我说如果能定 你交了十二万 直接跟你写个协议 十二万一退休 不想再后来有什么争议 合同我看了一下 合同上面那个字是他们给我签的 所以我觉得是这气炸了 就是这三个方案里面 你没有一个同意的 没有同意 如果字是我们公司的人贷签的 手艺是我们公司的人弹案的 可以拿去第三方检测 如果确实有这个情况 所有的责任就我们来承担 双方这一次还是没有谈拢 潘先生表示自己联系好了律师 准备走法律途径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